十三 给老子还钱 还钱 还什么钱 我老大凭本事借来的 为什么要还钱 十三 不还也行 如果你答应把若琳让给我 我就叫我罢免了你这五百亿的债务 张少 不行 这要让家主知道 非得打断你的腿不可 张星成 你他们是不是找死 就你也赔 十三先生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如果今天你们拿不出这五百亿 明天我们就会去法院 对你们申请破产清算 张行长 可否通融几天 你也知道 最近集团的资金比较紧张 这恐怕不行 要知道 我们神龙国银行贷款 都是有严格规定的 一旦出了问题 谁都担不起这个责任 不好了 不好了 蓝总 刚接到研发部上报 我们电池的核心资料 被人偷走了 什么 怎么会这样 查到是谁偷走的吗 报警了没 已经报警了 不过警察说需要时间 天啊 集团核心资料被偷走了 这下完了 是啊 现在债务到期 核心资料也没了 华为集团这是要完了吗 哟 十三 你这是双喜临门啊 哈哈 不过你哭也没用 还是得还钱 我对贵公司的突发情况表示同情 不过 债务明天就到期 还请十三先生给我们神龙银行一个交代 张行长 我们华为集团 已经跟你们神龙银行合作了五年 都是知根知底的老伙伴 你们确定就这么绝情 家主有令 我也没办法 只能得罪华为集团了 哈哈 十三 如果你能答应我的条件 还有把那个臭保安交给我 我可以考虑让张伯伯给你们华为集团宽限几天 不然你们就等着破产吧 十三先生 实在不行 你可以考虑转让华为集团的股份 我们张家非常乐意接受 对啊 十三先生 要不你就答应张绍吧 不然神龙集团一旦破产清算 我们可什么都没了 这可是我们大家的钱 蓝总 要不你就先委屈一下 再说张绍也不差吗 对啊 也就是张绍看不上我 不然像张绍这种高富帅 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呢 哼 刘总 杨总 还有陈总 没想到 你们竟然是这种人 你们怕是早就和张家串通好了吧 哈哈 那你就不用管了 十三我就问你 今天能不能给钱 很好 既然大家这么想看我们华为集团的笑话 那么我们也只能奉陪了 若林 转账吧 特么的 要不是上次系统奖励的五百亿道账 现在自己还真没办法了 真的是史上最穷的神号 好的 资金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马上就打到你们银行的账户上 什么 什么 这怎么可能 这不可能 你们怎么拿得出这么大笔钱呢 张星辰 你怎么就知道我拿不出这笔钱呢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收购华为集团都已经花了八百多亿 现在怎么还能拿得出这么多的钱 这可是五百亿 不是五百块 你也不看看这是谁的老大 张少 你懂个锤子 张行长好像很吃惊似的 我们能还钱 张行长难道不开心吗 没有 开心 开心 明尾号3838的卡号 转入五百亿元整 多亏了这个男人 不然今天这一关 肯定是过不去的 十三 有你真好 十三先生 蓝小姐 既然今天 我来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那我就先离开了 告辞 这年轻人 能够拿得出 一千三百多亿 可以想象 他身后家族的势力 到底有多么的庞大 还是赶快回家 告诉家主 另做打算 张行长慢走 华为集团 随时欢迎你的到来 不行 张伯伯 你不能走 恨不得 今天过来的目的 一个都没达到 怎么可以离开了呢 三少爷 人家已经把这五百亿还上了 我们还留下来做什么 难道留下来吃饭吗 我 我们 反正你不能走 今天你一定要帮我 让蓝热灵 答应做我的女人 三少爷 这事情我做不到 就算家主过来 我也还是这样说的 你自己留在这里吧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张行诚 你刚才说 想要我女朋友 做你的女人 蓝热灵 是你女朋友 你们才认识不到一周 这怎么可能 一定在骗我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 老婆 刚才累死我了 我现在腰疼 十三 你讨厌 要不晚上 我给你熬点枸杞 我尼玛 十三 你这个王八蛋 我要灭了你 张行诚 你真当老子 是软狮子吗 一而再再而三地 调刑我 我说过 如果下次 我会灭了你 你真以为 我跟你开玩笑 妈操 太狠了 这个十三 是个狠角色 真不好玩 这么容易就晕了 铁柱 叫人 把他带走 好的老大 还是老大牛逼 我都没想到 还可以有这招 不知道能不能 跟老大学学 回去告诉你们的家主 这个废物 是我打的 如果还有下次 我会把这个废物 给灭了 我十三说的 让他不用感谢我 你们滚蛋吧 我长这么大 没见过这么嚣张 今天你就见到了 我还不想来的